被偷女嬰隔23年找回生母 23年前出生19天的女嬰怀特 在纽约哈林医院 遭假扮护士的女子抱走 怀特的妈妈痛不欲生 当时妈妈抱着高烧的怀特就医 假护士亲切招呼 确趁父母不注意把怀特带走 父母这才听觉 女儿遭假护士抱走 假妈妈常凌虐怀怀特 曾用鞋子砸她脸 她也因为和家人都长得不像 遭家族指指点点 怀特始终怀疑自己的身世 长大后常上失踪儿童网站 终于在本月初 发现23年前一名失踪嬰儿 与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 她透过失踪儿童中心人员 找到失散多年的父母 前天与妈妈重聚 她说宛如重生 曲折又感人的故事登上新闻版面 她真正家人激动不已 彗特重回家人身边 当初将她从医院带走的假妈妈派特威 正遭警方追捕 动新闻综合报导